我觉得我的眼袋好深啊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珊珊 今天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玩出去玩了 所以我就在家给大家录一个 近期我买了些什么东西的购物分享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去巴黎玩了几天 然后还去了西班牙什么的 所以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就想在这里给你们一起拆开 然后跟你们一起试用一下 我们先从彩妆品开始说起吧 因为彩妆品真的非常的少 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家小孩去 好像是去巴塞罗那玩的时候 在他们的一个海边的商场 我们只是进去躲太阳的 因为太热了 然后我就随便进去逛了一下 那个时候在推着他睡觉 所以就买了一丢丢东西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家在打折嘛 所以东西都是七折或者半价这样子 然后我就挑了几样 先说说我买的非常非常便宜的一个眼影盘 就是这个盘子 这个盘子它平平无奇 其实我打开来以后也觉得它平平无奇 那我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主要是被它这个咸菜绿给吸引过来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这个绿色 因为其他颜色我也不砸想给你们看 就是有一点绿金绿金的感觉 就很神奇 但是你看他们家这个盘子 其他的配色 这三个和这个都很浅 基本上很像 都是那种打底色 然后这个金色 你们看一下 我觉得还比较出彩 可以当打亮 我今天卧蝉有用这个颜色画 然后这个金色就有点十八同仁 但是的黄金黄金 但是又没有很亮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把它用在哪 这两个颜色就是中规中矩的 夹身眼窝的颜色 我今天就是用这个盘子画 就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眼妆 因为我不太敢用这个咸菜绿了 因为我之前用过一次 然后发现还没有太get到它的这个点 所以大家如果对绿色的眼影 非常有研究的话 也可以告诉我大概要怎么画这个眼影 然后这个盘子当时买的 你看这么多颜色 虽然它都很相近 但是它好像才特别特别的便宜 所以我就想试一下他们家的眼影 我还没有试过他们家眼影 粉质非常的软 然后也非常的细腻 这个就是他们家的 可以夸奖的地方了 然后这个腮红也是半价我给买的 我当时看到这个颜色就觉得非常的元气 今天我也是用它画的 但是看不太出来 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橙子 它橙子的颜色 我当时涂上去以后 你们看 我当时涂上去以后 我就觉得哎呀 这个颜色好好看啊 好夏天啊 就有点西柚橙子的感觉 有没有 然后里面又有种金色的光子 光子很淡不是很强 所以我还挺喜欢这个腮红的 就上去感觉让人非常的有元气 我叠一点点 然后再叠多一点点 它的粉质很细腻很细腻 所以即使我用手这样点点点 也不是非常的卡 也不会卡 一点点都不会卡 对 这就是这个腮红的样子 然后另外的东西就是唇膏了 我嘴巴上这个唇膏是他们家这个金色的Ocean Fill的这个管 我当时是被这个管吸引 你看 这么便宜的唇膏 它还有一个洗铁的这个装置 所以我觉得还很酷炫的 而且整个管子虽然是塑料的 但是看起来一点都不廉价 它出来就是这种珊瑚粉 带一点豆沙的感觉 对 就是这样 然后另外两个是唇釉 他们家唇釉 我当时因为打折嘛 我就在店里捧起了我的小红书 然后开始当场功课要买什么 我就被一个这个颜色吸引了 我现在是被这个21号吸引了 但是我觉得真的不要盲目的相信试色 还是得去试一下 它这个上面拍的很好看 就是那种紫紫的 踪踪的很有性格的一个颜色吧 但是我刚才上了一下我的嘴 感觉像中毒了一样 就是看起来很 就是让人看到你觉得 你今天有事吗 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拍出来的试色都挺好看的 就是网络试色 然后我因为看到这个 想买这个颜色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22号 就在它隔壁 它是一个红 家里面有金粉的颜色 它很闪耀 你们看 我觉得这个颜色可能会比 这个紫薯色要适合我一些 因为这个紫薯色真的 好吧 你们看 它浓 浓一点的时候 跟这个颜色很相近 但它是一个那种像玻璃唇一样 然后它的金粉 你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它是有一点点那种亮粉在里面的 我当时是想买他们家很热门的那个大红色 但我怕我hold不住嘛 我就买了一个豆沙 我觉得我日常用的最多就是豆沙色 虽然都是鬼打墙一个颜色 你们看一下 也是挺红的 但是是比较偏温柔刮 没有很强的攻击感 然后它 你们看 即将变成雾面 然后官方是 你可以再叠加一层这个 让它变成一个水亮的唇膏 还没变雾面呢 居然出来了一种晕染的效果 怎么回事 好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怎么用 我就不多说啦 这就是我买的几只彩妆 就在这里了 然后其他的就都是护肤品 好的 我就洗了个手 然后大家看一下 刚才这个双头唇釉 它真的非常的持久 因为它是雾面的 干了以后真的是掉不了的 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表扬的 那我们接下来讲的 就都是一些护肤品类的啦 主要就是我在巴黎的一个药妆店买的 药妆店我是在小红书上面 攻克了一下 发现大家都说 那个是巴黎最便宜的药妆店 然后当时我还不太相信 所以我在去之前 我有跑到其他的药妆店里面 去看了一下 特别是靠近巴黎铁塔那边 有一个中国人开的铁塔药妆 里面全部都是韩国和中国的sales 然后都是讲韩文和中文的 他们对推荐东西来说是非常的专业 但是我看了一下价格也不是很好 相对于这个City Farm这一家 还是真的是大家推荐的最便宜的 然后我就在里面大买特买了一番 先给你们一起看一下 然后有一些东西也可以一起拆开试用 首先我囤货的东西就是我买的 理肤全的这个眼唇卸妆液 因为他们家这个眼唇卸妆液也特别的温和 就是近了眼睛也没有任何的刺痛的感觉 然后我之前记得我在新加坡买这个 是要100人民币 100多人民币一瓶 然后在欧洲的价钱就真的美丽了很多 当然不包括瑞士啊 瑞士真的什么都贵 然后另外我买了这个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这个在其他的药妆店好像是要卖七八块还是八九块钱一个欧元 但是在这个店里75毫升的这个 它两只只卖12还是13 所以我就买了两个 我给镇长带了一个 然后这个就是网上很红的那个法国大宝 我还没有开 帮我们来开开用一下 它是一个妆前乳 大家能喝它当妆前乳 好吧 我还以为它非常浓稠 大家戳开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捏它 很舒服 我还以为它是 完了我出来超大一坨 有什么味道 它这个味道很像我家宝宝用的身体乳 就很温和的一个味道 我就当身体乳擦一下吧 不要浪费了嘛 它好舒服啊 它是一种很轻薄很轻薄的质地 你看我挤了这么大一坨 然后在手里抹一抹 它就吸收了 感觉可以拿它来当日间的面霜用 还有一个我买了很多的东西 就是大葡萄家 他们家这个水 我有三个 因为我买了两个 然后他送了我一个这个水 这个水当时我有用过一个试用妆 我觉得用起来不错 它闻起来就是一股发酵了的味道 就跟SK-II的那种味道有点像 你知道吗 但它是用葡萄做的嘛 它有美白的作用 这个我真的是感觉不出来 因为这个要长期使用 真的就是一股臭口水的味道 所以我用它主要是二次清洁我的皮肤的时候用 和早上也可以拍在脸上 瓶子的质感也非常棒 它小小的一瓶好像是100毫升 是一个磨砂玻璃瓶的还挺重 当时拿着它还去逛了别的地方 真的蛮重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质地 它出来就是这种像SK-II一样 是纯水的这种质地 你看就是这样子 然后拍上去 闻起来也是一股发酵的味道 然后你看我的脸 到底比我的手要白多少 我的手超级黑 每天陪我女儿去公园挖沙 就是这个样子 脸上戴帽子 手上就没办法 另外一个精华 我买的就是威兹他们家的精华 这个精华我在日内瓦就很想尝试 但是这边卖的比较贵 而且欧洲 而且法国有这个75毫升大的版本 就很便宜了 也就100多块钱吧 然后他们家这个精华 我当时在店里试用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的清爽 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种凝胶的样子 然后你拍 你抹开了以后也是瞬间吸收 它说这一款里面加了很多微量元素 可以让皮肤很镇定啊什么呀 我觉得现在我应该会把它拿出来用 因为现在夏天这几天就非常非常的晒 每天就是把人晒爆皮的那种感觉 然后可以用上这个冰冰凉凉的 现在这个刚涂完 还是有一丢丢黏力感的 你看刚刚那个法国大宝涂完 一点黏力感都没有 只会有一种油膜 好像把你的皮肤给保护起来的感觉 但是没有很油啊 真的真的不油 你看一点油光都没有 但这个 诶好了 没有黏力感了 10秒钟之内黏力感消失 好厉害啊 我把这个拿出来用 我最近用的精华是 奥尔滨家的那个浅导精华 那个也是我的挚爱 他们家和戴科家的小紫瓶 都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保湿加浅导精华 小黑瓶我用的不是很多 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有点香 还买了一个护手霜 这个完全就是看它颜值买的 是玫瑰味道 然后它有说它是什么什么beauty brand 2018 2019年的 什么Victor 就是它的大赢家 然后你看它长得也挺好看 就是有点大 所以可以放在家里用 反正戴出去就不太可能了 这是一个75毫升的 哎呦 这小的很难拧耶 这个因为它这个面真的很小 所以你手啊 嗯 玫瑰味真的好香啊 就是非常典型的玫瑰香水的味道 它是比较厚重的那种 比刚才的妆前乳腰厚重很多的那个质地 这个盒子我很喜欢 我还把它留着 舒服呀 我觉得护手霜还是得 就如果你们那不是特别特别潮湿的话 还是得擦这种比较滋润 比较厚重一点的质地 如果太轻薄的话 嗯 特别是像我现在洗东西洗的非常多 我觉得有时候手它自己都已经干裂了 然后那天它这边就干裂到 有一块皮就直接这样掉落下来 把我就吓傻了 就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的茧 然后当那个茧掉了 干皮掉了的时候 就有点震惊 所以还是要多多的护手 另外一个护手霜 也是护手霜跟唇膏的套装 是这个 这个是我不是在药妆店买的 它是一家专门卖这种洗浴和肥皂 什么之类的这种产品的家 我买的味道是柠檬味 他们家还非常的有格调吧 怎么说它那个商店 我就是非常难以抗拒所有的那些肥皂啊 预言啊 身体乳摆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觉得天呐我要进去看 然后就深深的被吸引 无法自拔 当时为什么狂买护手霜呢 因为我觉得欧洲实在是太干燥了 它飞出去了 它是一个这样的套装 套组 一个润唇膏和一个护手霜 当时我用完他们家的花香啊 什么什么呀 我就觉得这个柠檬味闻起来 非常的清新 它也是铁皮状 但是它外面包了一层这个纸 很好看 还没打开 这一款呢 就真的是柠檬柠檬和Basil的一种味道 Basil什么有九层塔 我觉得有一点九层塔的味道 然后这一款比刚才那个玫瑰的就要清爽很多了 所以大家在寻找护手霜的时候 要根据自己的喜好 有的时候比较适合擦比较厚重一点的 比如说你晚上洗完晚以后 然后有的时候白天你只是洗了个手 想擦一点东西的话 就比较适合擦动比较清爽的东西 护唇膏完全是因为长得很可爱 然后闻起来味道很好 我就买的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斜的这个头 然后挤出来是透明的 这种遮离的样子 我就补上嘴饰啊 嘴上还有唇膏 我就觉得这种盒子就很适合送人 有没有 挺美的 另外一个大囤货就是贝德玛的这个水 这个水当时真的便宜到不可思议 好像四五十块钱人民币一大瓶 这一大瓶是500毫升 我在瑞士看的是八九块钱吧 八九瑞朗 那就是七五五五五五一 我在瑞士看到的价钱比在法国看到的要贵一些 所以当时我就买了 然后当时两瓶还有折扣 这用起来大家应该都知道就非常的温和 然后卸妆卸得也还挺干净的 除了我觉得它眼睛上的一些亮片 它可能带不掉 它可能你需要再擦一擦 和Kiss Me睫毛膏 它可能卸不掉 平时你拿它来卸防晒啊 BB霜啊 粉底 轻薄的粉底 它都是可以卸掉的 然后另外一个我买了两个一组的 已经被我拆掉拿去用了 这个是我家宝宝的洗澡的东西 它是一个洗澡洗头都可以用的 然后里面有金掌花的味道 这个也是500毫升一瓶 它两瓶 另外一瓶有一个暗头 这一瓶就是替换妆了 就没有暗头 很便宜 好像才五欧 两瓶 两大瓶 我之前给它用的是加州宝宝 这个用起来比加州宝宝要浓稠一点点 但是洗完感觉 闻起来也香香的 很可爱的小阴癌的味道 然后另外一个护手霜和护唇膏的套装 我买的是大富桃他们家的 护手霜已经被我拿出来 不知道丢到哪个包里去了 他们护手霜非常的小 就是很小很小 就是30毫升 所以非常适合放在包包里 其实现在带出去的都是那种 很小的包包也放得下 然后那个护手霜就是 跟刚才柠檬的那个差不多 非常的清爽 适合在外面 洗了手啊什么时候的用 然后这个护唇膏 我之前有用过一支了 我觉得用起来 它打开来你看 是这样的膏体 但是它整个人虽然 整个护唇膏虽然很硬吧 它不会油腻 它上嘴啊 比较水润感的 不是非常的糊一大坨猪油在嘴巴上的感觉 就很适合日常放在包包里面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身体的护肤油 身体或者头发都可以使用 是Malvita他们家的油 其实当时我是想买他们家的玫瑰水 我买了一瓶玫瑰水 那个玫瑰水用起来就无功无过吧 我拿它当二次清洁盒 有的时候可以把化妆棉打湿 在脸上湿敷 因为在欧洲买片状的面膜非常的难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这个油当时就放在它旁边 我觉得哇这什么呀 颜值也太高了一点吧 我就买了 也蛮便宜的 100毫升的这个油 我觉得我可以用到天荒地老 它的喷头做的非常的贴心 是一个这样子的喷头 不是倒出来的那种 但他们家的玫瑰水的头 基本上就是倒出来的 然后玫瑰水又非常的就像自来水一样 一倒就哗啦啦全都出来了 所以我就在想 为什么那个头不能做成喷头呢 它这喷出来是一个水柱的那种样子 就你涂完身体乳以后 冬天你可以在或者你懒得涂身体乳 你也可以把这个当身体乳就是这样 喷在身上然后抹一抹就好了 另外一个我买的就是这个我就不打算拆了 这个就是十全大补面膜 这个mesol mask 当时在那边买也是因为那边价格比较划算 而且可以一起退税嘛 这个到时候是用好用在给你们做面膜合集 另外一个他们家的东西就是一个眼霜 好像说这个眼霜的口碑也不错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眼霜的这个设计 就是按压的 你看它这样一个小瓶子 多少毫升来着 看着挺大的 15毫升也不是特别多 平一下它就转出来了 然后这样你的眼霜一蹦还挺多的耶 这个而且非常的轻薄感觉 很好吸收的样子 没有什么奇特的味道 这个不错哦 它这样子的包装你的眼霜就比那种打开盖子来挖出来的要好 因为它不会接触到空气嘛 所以就变质的没那么快 好了然后另外有一天我在法国买菜的时候经过了斯芙兰 当时我老公只是想说我带你来看一看这边的斯芙兰到底有多小 然后我进去了以后我就嗯是蛮小的 然后咦这是什么 我就发现那边有好多护肤套装全部在打折 我就收不住手了 我就买了几样东西 来了这样一个洁面 这个Bosha当时看着它就觉得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在新加坡买这个牌子买的很多 我买的这个黑色的这个是Detoxifying Cleanser 就像夜间当做洁面 好像洗在脸上会有温温热热的感觉 也是洗得非常的舒服 也是比较温和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买了一个Cisley的全能乳液的套装 当时这个是 直接就是40% off一个乳液加三个中样 30毫升的makeup remover 5毫升的眼霜 这个挺不错的 然后还有一个hydrating serum 10毫升的是抗老精华 那真的还不错 然后这个套装也是99就拿下 99欧 我对比了一下 这个价钱真的挺美好的 因为它是125毫升最大的版本 另外我买了一个pharmacy的卸妆膏 这个东西我长草很久 但一直没有买 因为我本来是想在英国的网站上买 但是每次寄过来瑞士都会多多少少的 睡我一点点 我就很不爽 我就很久再没有在他们家买东西了 这次看到我就想拿下来试用一下 这个也是直接半价 好我开心啊 买了两个红腰子 这个也是我看到以后我就很感动 因为当时在新加坡用的最多的就是资生堂他们家的买 最多也是资生堂奥尔滨他们家的东西 到这一来就是那种有一种思乡的感觉 然后直接就是半价 红腰子50毫升的 我查了一下大概的价格都在七八百人民币 这个应该也就只要五百多六百不到的样子 所以我就拿下一个大的盒子 这个是资生堂柏油面霜的套装 一个正装的柏油面霜 和其实我不太确定它这个柏油面霜是滋润款还是什么什么款 因为我记得我在新加坡买的时候有分的 但是它这个直接就是40%off我就买了 想试一下 还送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中样 很开心啦 最后一个我要说的就是 我后面的这一排香水 自从我在微博小红书上看到他们家出了这个限量版以后 我就非常想买 之前我一直没有买香水 因为我家宝宝嘛有个婴儿 所以三四年我都没有再喷香水了 我想到他也三岁了 我也可以开始喷一下香香的东西了吧 我就很想买香水 当时我想买的是欧龙他们家的一个橘子 柑橘味 和我另外一个最想买的就是 Diptyk他们家的这个这一款 这一款檀香的味道 Diptyk大家知道每次出的都是50毫升100毫升 然后就挺贵的 他们100毫升得卖个100多还是200多新币 那就是上千了 然后欧龙那个大的100毫升的 带一个30毫升的 我查过也是得18001500的样子 我就觉得有点买不下手 然后正好这一次他们出小包装 而且是这么可爱 这么彩色 而且是又有橘子味 这样我就不用去买那个欧龙了 然后又有我喜欢的檀香 还有我最近喷了以后觉得最喜欢的 是这个Duzon这个晚香玉这一款 它闻起来就有一种枝子花 枝子花莫莉花非常的淡雅 但是又不像纯枝子花那么的单调的那种味道 非常非常难让人难以自拔 然后我之前最最最最最犹豫的是这一款 这个水中饮这个粉红色的 因为我看到大家上面说是玫瑰掉嘛 但我觉得玫瑰掉的香水非常的无聊 然后大家又说是什么木质草青草玫瑰香 我就又有一点点的兴趣 当时真的是为了凑这一套 我才把它买入的 今天我喷了以后我就无法自拔了 它闻起来我觉得跟玫瑰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闻起来就是青草青青草加一点柠檬的味道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闻 我觉得他们家调香师真的是膜拜 然后你看一下他们的瓶子 就是瓶身有淡淡的这种颜色 然后后面可以透出瓶子里面的这个画 所以我觉得这一套买着真的就是赏心悦目啊 而且我的这个香水我是在Selfinch上面买的 买下来一瓶也就300多人民币 然后加起来一整套还没有欧龙那个一瓶来的贵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呢 还有一个要跟你们讲的就是 我在法国买的小香的Wallet on Chain这个包包 这个也是一个心中之痛啊 之前你们如果有看过我的法国的Vlog的话 应该知道这个东西我进瑞士的时候 是被它税了一道的 就好多好多钱 虽然我去法国买就是为了想要退税 想要便宜一点 但我没有想到我作为一个瑞士的短期居民 但也算是居民 因为我有一个居民证 他就给我税了一道 他说你现在住在瑞士 所以你要交瑞士的这个税 我就心非常非常的桑 所以最后我两边扣下来 我可能只退到了600块人民币的税吧 就蛮不划算的 但这个包包我真的非常喜欢 我当时在店里去了大概不到15分钟 我就选好然后结账了 就挑的很快 我进去以后我就说我要买这个Wallet on Chain这个款 因为它这个包装的东西非常多 你看它有很多卡位 所以你就不用买就不用放钱包和卡在里面了 我里面还有一只唇膏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拉链 很适合去旅行的时候用 你可以放你的护照 银行卡 很重要的银行卡 护照 还有我里面就放了一点钱 因为万一哪天出门没带钱的话 就就是这个样子 一般我就会把我平时刷的卡放在里面 然后我里面放过手机呀 你看手机 丢进去 还有这么多位置 也是可以的 你们看 完全毫无违和感 这么大一个护手霜 平时我有的时候还会放 我会放纸巾 我会放我的墨镜 湿纸巾 放进去 就完全可以关上 甚至有的时候 你有那个很扁的那个自拍神器 你也可以放进去 但是我的大相机就放不下了 所以 而且它自重非常非常的轻 虽然我买的这一款是Boy的款式 然后链子是有一点重的 但是因为它链子细嘛 所以没有Le Boy那一款要重 然后这边又有一个皮 在肩上也蛮舒服的这种感觉 然后为什么我要把它这个地方 拿一个绳子给系起来呢 因为我本人太矮了呀 所以它的肩带就有点长 我看到有人在小红书上说 这个款式他没有考虑 因为它肩带不能够调 但是你不论是把它中间这样扣起来一点 还是你把它的链子在里面 晚一到都是可以调节的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去动脑筋了 然后当然让我最最最不满意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拉链的 你们看它这个拉链是铁的 然后它关下来的时候 当时买的时候在店里 它就有一个划痕在这了 也不算划痕 就是你们看现在 你就对着光看 就有一个凹凹下去的样子 我觉得经过了这么久 我用它这边的压痕 比我买的时候还要平整 就告诉你们一个小诀窍 就是拿一张纸 折一折 折厚一点点 然后它前面不是有一个包吗 你把它这样垫子垫进去 刚好照到这个拉链扣会压的地方 然后不要挡到你自己的这个 吸铁扣 再扣 这样也看不到 而且又可以很好地保护你的包 不要被拉链给磨坏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小妙招了 然后为什么我选黄色 也是因为我就是一见冲情吧 大家应该非常理解这个感受 然后说说价格吧 这个价格我后来查了一下 2000多欧 其实我觉得加个一两百 我就可以买一个mini flap了 但是这个包包因为它容量又很大 然后自重又很轻 size又很小 所以我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个 ruller on chain 好了 那就是这一次的购物分享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有什么好的 好玩的 好吃的 什么东西 也可以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也欢迎你们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